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醫生 蛋哥 你好 又要勞煩你了 好像上次我們是不是戴口罩 我現在才認清了胡醫生的樣子 胡醫生 你好 自從跟你聊天之後 當然我又有很多看了那條片的網民 我們的健康誕的觀眾 有很多問題想問你 其中一個是我老友 就是Mary姐 韓瑪莉有個問題想問一下 給你聽聽好嗎 好啊 最近這幾個朋友突然間會否皮膚敏感 皮膚敏感我都看到醫生 醫生就給了一些藥膏來塗 塗緊的時候就好 塗完之後又回來了 尾白尾療 就是不斷尾 有什麼辦法可以令到人的增強免疫力 自己可以打到象呢 還有有什麼可以幫助到皮膚敏感 可以舒緩到一點 因為很辛苦 恨不恨 恨的 恨的 一塊塊 一塊塊腫了 好 我幫你找人 多謝 多謝 謝謝 好了 胡醫生 請你幫Mary姐解答她這個難題 Mary姐聽起來就像快來快去那些 我們叫做可能是尋牙疹 或者我們叫封爛 聽起來就有些癢養這樣的情況 封爛就要分為急性的封爛 還是慢性的封爛 慢性的尋牙疹 急性的尋牙疹 少於六個星期的 很多原因所引發的 包括就可能是吃錯某些食物 例如可能有些食物過敏所引起 另外就想一下會不會被野咬 被昆蟲咬過也會影響到封爛 另外就可能吃到某些藥物 也會引致封爛的情況發生 有時細菌性或者病毒性的感染 真菌感染都可以導致封爛發生 其實我們要找很多原因 另外有一種叫做物理性尋牙疹 非常之常見的 譬如你勾一下皮膚 都會有一條痕 很明顯的封爛 有時皮膚壓著太久 即衣服的枯住太厲害 都會有封爛 或者是流汗、曬太陽 又或者是可能碰了水都會有封爛 那些叫做物理性尋牙疹 那些你要比起誘發的因素 才會少些封爛發生 所以我們要找回原因 甚麼原因導致封爛 所以才可以對症下藥 另外如果慢性的尋牙疹 超過六個星期 那些就要找回 會不會身體裡面 有一些免疫系統的問題 有時可能是甲狀線影響 又或者甚至是一些嚴重的內臟問題 那些都可以影響到長期有封爛出現 即是說如果一個病人 即是像Mary這樣走進來找你 都其實不可以立即說 你傷風咳 開個抗生素給你 不可以的 即是都要找的 是呀 其實封爛一定要找回成因 才可以對症下藥 就不可以說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你不找成因 其實你是不會處理到情況的 那很多時候如果你真的要處理 都會吃到一些抗造積胺 即是封爛的抗敏感止痕軟 有時甚至要查到一些 類固醇藥膏來控制 嗯 那我又想問 即是我也曾經問過類固醇這個問題 就是 但是我又想從你這邊聽 經常都說 查類固醇藥膏那些 喂 對皮膚對身體有害 是嗎 即是怕不怕 其實都跟你一樣 都有這個擔心 類固醇藥膏 如果你適當地用 用在對的情況下 其實風險就低 嗯 譬如說真的 你濕疹 主腹手 有很多時候你都會用到 類固醇藥膏來控制 但是你開頭 就盡快 就是用 控制好濕疹情況 控制好發炎的情況 那沒有什麼呢 其實我們就要把類固醇 把強度 減弱它 即是可能用一些比較弱的類固醇 又或者轉一些沒有那麼 即是非類固醇藥膏來控制的情況 那盡量都不想用得太長 因為用得太長 譬如皮膚會有萎縮的情況 可能會有微絲血管擴張 容易撞瘀 生瘡仔 或者是一些無法增生的現象 會比較有問題多多的 所以我們控制好的情況 我們就嘗試停止類固醇藥膏 但是你也要知道 有時候你處理發炎 你用類固醇藥膏 一用到半甘筋 控制得不好 可能將來所用的類固醇的份量 還會更多 所以要小心一點 跟醫生的指示 一般都安全 好 再問一條問題 這個跟我自己也有關係 等待我們再到其他網 我們那些觀眾 即是我自己也是有一些 我給你看到的 一隻腳這樣 不要看 大家不用看 很噁心 好了 因為在這些位置 在這些位置 我已經不可以 我便塗藥膏了 塗藥膏了 塗藥膏都很大 這麼大 我便塗藥膏 我一天要塗藥膏 但我便出來工作 我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又不可以用沙布 因為沙布一用膠布一黏 那黏的地方又會痕 又起 所謂的尋牙診 或封牙 我便不塗藥膏 因為我要穿藥膏 我擔心汗髒 或者弄走它 你的意見是怎樣 我做還是不做好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蛋哥 通常來說 我們塗藥膏之前 或者你塗了一層潤膏 然後隔十五分鐘塗藥膏 便可以增加吸收藥膏的效果 其實藥膏 塗藥膏後 鋁固醇藥膏 其實大約十五至三十分鐘 都會有吸收的作用 就算你之後 穿襪或棉質的手套 其實都可以的 不太影響 有時你戴著襪或棉質的手套 增加到鋁固醇的吸收作用 其實都會有幫助 是嗎 是的 但亦有機會被塗掉了 另外 如果我們覺得情況很厲害 有時我們晚上叫濕膚 甚至是鋁固醇藥膏 塗完之後 用濕的膚料包完 然後再用乾的膚料包住 其實都是增加鋁固醇的 濕的是甚麼 濕膚 我知道濕的膚料是甚麼 譬如沙布 濕了濕了 濕了 濕了 然後扭到差不多乾 不過都是少少微濕 然後包住在環柱裡 在外面包一層乾的沙布 或者是濕膚 其實可以吸收鋁固醇的藥力 這個我要知道 另外一個又是關我的問題 你說可以 我穿襪 我現在穿襪 我當我塗了 我回到家 我根本就要洗 那會不會傳染給別人 如果我這樣扔下去洗 其實要視乎你的問題是甚麼 如果蛋糕 你的問題純粹是濕疹 就沒有傳染性 不用擔心 但是如果是一些 真菌感染 譬如香港腳那些 當然就不要徹底清洗 其實一般來說 你一般的家居清潔 或者洗衣機清潔 其實就很難完全殺死真菌包子 但是都需要這樣去清洗 才能減低傳染給其他人的機會 最重要是你穿完的東西 你就不要跟其他人共用 共用就最重要 如果一齊洗 如果分到機洗 就盡量分開 但如果分不到 其實一般來說 你一般的清洗 其實都可以 OK 剛才在聊天之前 胡醫生一眼就看見 嘩 你的手真是乾到 嗦嗦嗦嗦 你一天查三次都不行 要十幾次 但我說我十幾天才查一次 當然胡醫生令頭 在這個時候 剛剛正好 我有兩位觀眾 一位叫做 Market Chill 另一位叫 Nicole Chui 他們想問胡醫生的問題 是怎樣去選擇 潤手箱 我都知道 我的手這麼乾 怎樣去選擇更適合 潤膚箱 或者潤手箱 最重要就是 你查完之後 覺得感覺滋潤 舒服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人人用的潤膚箱 質地不同 有些皮膚比較乾燥 它需要比較黏 有些皮膚比較濕 其實你很難用一些很黏的潤膚箱 其實最簡單就是 看消費者委員會的潤膚箱報告 其實它測試了市面上 61種品牌 其實有57種品牌 都有些香料 致敏原 防腐劑等等 會刺激皮膚的東西 其實我們跟回消費會的報告 看看哪一種參考一下 比較安全一些可以用 一般來說 我們選擇潤膚箱 就選擇一些沒有香料 沒有酒精 沒有防腐劑 例如是Parabens MIT等等 其實就減低皮膚致敏的風險 另外你選擇潤膚箱 要試質地 因為質地很重要 如果你天氣比較乾燥 或者是皮膚比較粗俗一些 其實你是用一些比較油性類的潤膚產品 油性類代表它裡面的油脂份量 比水份多些 其實它可以保濕效果好些 以及會減低致敏風險 因為裡面的防腐劑 又或者是化學物質較為少些 不過它就較為黏些 因為塗完之後 可能會容易堵塞到毛孔 如果你毛髮比較默默的位置 就不會那麼好 如果你皮膚比較沒有那麼乾燥 譬如夏天的情況 其實你就應該用一些水性類的潤膚箱 油脂份量會多些 用的效果就比較舒服些 但是你需要補茶多些 還有它致敏風險 較油性類的潤膚箱會高些些 我是不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你不要罵我 你不要笑我 我經常以為潤手箱 就是這些潤手箱 是秋天冬天才查 夏天要怎樣查 夏天都濕黏黏 你手都已經成手汗了 那是一年四季都要查 還是其實都是季節性的 其實都是一個好問題 季節性又要看 要看個人的膚質而決定 因為如果你的皮膚已經 手汗很多 濕黏黏的 其實真的不用查 但如果你的手開始乾 尤其是抗疫 洗手洗得那麼多 手開始乾燥 其實你要查少許潤膚箱 但查過水性類 還是油性類 就自己決定 就是看你的質地決定 其實都是看你的個人膚質 和天氣而決定 好 這一集到這裡 就要先打住一下 因為剛才你也說到 我想和你問你主婦首 但我希望你多留一會兒 在下一集和我們講一下 大家都很關心主婦首 到底是否家庭主婦才有呢 妙齡少女就不會有呢 男人更加不會有呢 我不知道 我們下一集就會講 下一集大家記住 胡醫生會繼續在這裡和大家說一下 主婦首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健康蛋 訂閱頂鈴 按鐘 最後一個問題 前我們離開前 我這隻手應該是濕性還是油性的弩 你覺得現在應該是油性類 因為手很乾燥 蛋哥 其實有些手捕濕疹 主婦首的情況很乾燥 那应该用一些油性类,譬如油膏,凡士林那些都能够更多 一天塗三四次最起码,有时候需要十几次 十几次,麻烦你 不要客气